好像一根羽毛在心脏最敏感的地方轻轻划过 巍巍忽然有种拿不住话筒的感觉 即使萧奈不在眼前也忍不住游以起目光 眼睛略过丝丝放在桌上的闹钟的时候 某件已经被她抛到核外星系的事情终于重新浮现在脑海 巍巍 你现在有空不 嗯 再上下游戏吧 帮我朋友杀个boss 巍巍一边输密码一边汗 今天上上下下都已经第三次上线了 一上线巍巍就接到雷神妮妮的哀嚎 巍巍你怎么下了 巍巍心虚的回过去 一丝掉线 雷神妮妮 哦我还以为你放我鸽子 巍巍更心虚了 没有 你那有几个位置 我带个钢手过去 雷神妮妮 还没叫人呢 你先和你朋友过来吧 和雷神妮妮说完 奈何已经出现在她的身边 巍巍喊了她一声 没有反应 过了一分多钟 白衣琴师才说 来了 刚刚清理了一下围观人群 围观人群 威威无语的拉她进队 两人迅速的到了幽冥洞口 雷神妮妮已经在那里等着他们 看到威威带来的高手 居然是一笑奈何 整个人风中凌乱了 在私聊频道里对着威威狂喊 一笑奈何 帮我过boss 威威笑眯眯的 嗯 跟她打怪很爽的 一会儿让她指挥 雷神妮妮发了一长串 口水垂涎的表情 威威 我没打过幽冥 boss 奈何 你呢 一笑奈何 没有 威威 那我去官网看看 虽然威威自己打怪 不喜欢看攻略 但是帮人家过boss 还是保险一点比较好 不用看了 奈何说 再叫个员工职业 杀起来快点 雷神妮妮对她言听计从 好 我在帮你叫人 肯定也有人要过 雷神妮妮说着便打开帮派频道喊人 帮派 雷神妮妮 有名老太婆 有人一起过不 两个位置 来弓箭 喝随便一个 她才喊了一声就有人应了 只是人选 有点出乎意料 帮派 真水无香 两个位置 我和妖妖过去 等一下 雷神妮妮目瞪口呆 还来不及想点好听的话拒绝 真水已经带着小雨夭夭 出现在幽民洞口 双方一打照面 微微顿时窘了 雷神妮妮很有自杀的冲动 脑子里不断跳出 今天天气不好 咱们撤退吧 今天是世界和平日 咱们不杀生 我忽然想拉肚子 等等等等借口 最后这些乱七八糟的念头 统统化成了一个强大的怨念 为什么现在不停电 凌乱之下 雷神妮妮说了一句话 这个有谁不想打吗 好吧 本来真水和小雨夭夭 是想撤退的 可是妮妮这么一说 本来想走的 她们也不能走了 那太没面子了 雷神妮妮是她们帮的 凭什么是她们走 微微当然也不想 跟真水她们合作 但是一来 有雷神妮妮的面子在 二来 她先来的吗 要走也是别人走才对 安静了足足有一分钟 一笑奈何 组队 组队前 雷神妮妮想死 组队后 看到队伍里那一排爱地 雷神妮妮瞬间回光返照 HP全满了 就像老话说的那样 一个妮妮被雷劈了 千万个妮妮在电闪雷鸣中站起来了 一切为了八卦 握拳 电脑前的雷神妮妮死死地盯着屏幕 小眼放出百万瓦特的斜光 左手牢牢地按着截图键 心里不停地默念 来吧 来点火花吧 可惜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她期待的火花 却一直没有出现 幽冥洞 其实是个六层的树洞 幽冥洞Bose 用准确一点的词描述就是 幽冥老太和她的男宠们 除了第一关聂小倩求救引发剧情和势斗外 后面几关都是由老太婆的男宠们把手 打得男宠们落荒而逃以后才能进入最后一关 幽冥鬼老和前面跑掉的男宠的大集合 不得不说这个任务设置得很邪恶 但更邪恶的还在后面 闯幽冥洞的女玩家被灭后 系统就直接提示该玩家阵亡了 但是男玩家被灭 系统却会提示某某某玩家从此消失在幽冥深处 那一连串引人遐想的省略号 再结合一下幽冥鬼老暗收男宠的特性 男玩家的下落简直不言而喻啊 于是一旦有队伍未灭 世界频道上总少不了来两句 哎又一个被老太搞得精进人忙的 某某兄当男宠的感觉怎么样 开始也有玩家不堪忍受自己的名字 和幽冥老太联系在一起 就争辩自己是死在前几关的 然而世界上的反应却是 靠前几关居然被男人插插圈圈了 或者连小倩妹妹都搞不定 你还是不是男人呢 相比之下还不如去当男宠吧 队伍一路顺利的闯过了前几关 不过这个顺利对威威来说 就显得速度太慢了 因为和真水小雨组队 威威只想速战速决 早点带大神走人 不想把精力浪费在途中的小怪身上 偏偏小雨夭夭的跑位太烂 总引得小怪追杀 想不好时都不成 解决了倒数第二关的大小怪物们 雷神妮妮在最后一关的传送点前停住了 犹豫了一会儿说 下一关谁来指挥 其实指挥权的问题早在进动前就应该确定 不过雷神妮妮鸵鸵鸟心态一直没提出 前几关这个问题还不突出 因为有威威和奈何在 光他们夫妻俩发挥发挥就够了 现在最后一关却不行 面对强大的敌人必须要有一个核心 这个核心雷神妮妮理所当然的觉得应该是一笑奈何 她早就想领略一下传说中第一高手运筹帷幄的风范 但是真水无香和小雨夭夭在这里 她这话却不好说出口 威威知道她为难 刚想说按照惯例有等级最高的指挥 却看到真水无香的等级竟然已经和大神一样高了 威威略略略有些吃惊 她怎么会爬这么快 大神和她有阵子不来了 被赶上一点不稀奇 但是赶上这么多 难道她日夜不停不吃不喝的脸 正疑惑间 所以吧 这个副本难度一般 威威败倒了 大神你毒不毒啊 你这样一说 人家真水就算小说她指挥都不成了 不然岂不是显得她在捡你不要的便宜 真水 小雨 你你 一起沉默 良久 威威 既然难度一般 那就我来吧 以前威威和真水合作的时候 多半是威威指挥 后来嫁给奈何 这活就交给大神了 现在重拾指挥棒 竟然有点不习惯的感觉 尤其当队伍里有个节奏跟不上的队友的时候 游民鬼佬很生猛 技能很变态 混乱阴阳 一生加不上状态 倒戈一击 几方的伤害输出 以一定的比例反击在几方队友的身上 夫妻反目 队伍里有夫妻的时候才会触发的技能 作用类似倒戈一击 采阳补阴很邪恶 男玩家的血百分比的下降 乘以一定倍数 补充给优民鬼佬 总的来说 这个boss对医生的考验比较大 也正是因为如此 这个boss对有一笑奈何的队伍来说难度也的确不大 大神的闪避可是很强的 达到一定程度 鬼佬召唤出了之前逃跑的男虫们开始群殴 威威想先解决掉男虫之一 因为他有个叫神形龟部的迟缓技能很讨厌 然而他刚刚换位就见奈何提醒 队伍一向奈何 主 威威知道他的意思是让他攻击优民鬼佬 立刻放过了那个小boss主攻优民 奈何迅速的解释说 拯救部门将你和奉活成正比 威威想起来了 之前和聂小倩对话的时候 的确提到这些男虫都是幽冥鬼佬指使他引诱过来的 既然目的是解救他们自然是不能杀的 威威不由有点羞愧 软饭吃多了果然判断力下降了 一边打着boss 威威一边开始严肃的思考 他和大神究竟谁在吃晚饭的问题 当然也没忘记指挥 队伍卢尾威威 弓箭 威威还没把话说完整 就被幽冥鬼佬的攻击打断 但要继续打字 真水无香却似乎明白了 真水无香 OK 威威略略一愣 然后便看到真水无香 按着他心里响的走位攻击了 雷神妮妮 你们配合得不错吗 雷神妮妮不愧是今天的冷场王 每回他一开口 场面起码冷半天 还好这个boss也打得差不多了 马上就可以结束走人了 谁知道就在此时又出了新状况 一直锁定真水无香 给真水无香加血加状态的小羽妖妖 忽然给一笑奈何加了血 奈何作为队里的主要医生 一直是幽冥鬼佬殴打的第一目标 小羽妖妖给的加状态 幽冥鬼佬的仇恨 立刻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向他扑了过去 他的闪避 哪里能跟大神比 一下子就被砍倒在地上 死掉了 然后没有及时得到补充状态的真水无香 也血尽而死 威威被这一连串变化弄得目瞪口呆 怎么也想不通 小羽妖妖 干嘛忽然给奈何加血 难道他连锁定真水都不会 手下不由的就是宜曼 若他此时大招发出 幽冥鬼佬必死 但是真水无香和小羽妖妖 也许也来不及复活了 威威虽然对他们死不死无所谓 但到底是自己指挥 对离死了一半人 倒显得他指挥失误似的 威威心中暗怒 小羽妖妖这么天才的一下 又给了幽冥鬼佬疗伤的时间 正思考对策 却见耀眼的技能光连连闪现 琴尸的必杀技带着华丽的流光 刺向幽冥鬼佬 几乎是同时 纯白的治疗光连续复活了 真水无香和小羽妖妖 电光石火 时间静止 幽冥鬼佬的尸体轰然倒下 白衣琴尸邪情而立 衣襟飘扬 这一切发生得太快 眼花缭乱之中 威威只觉得自己的心脏要停顿 平时话多的妮妮也好像傻住了 然后便是爆发 沈岸 威威 你家老公太帅了 这么暖的时间 他怎么做到的呀 居然复活这水河妖妖 太高手风范 太有气度 太难忍了 威威手指顿在键盘上 已是心弦颤动 电光石火间 那依旧已杀 已是接近极限的华丽神迹 而平时清淡的琴尸 这一刻身上 却仿佛笼罩着无言的张狂 很久很久以后 威威想起这一幕 忍不住问起大神 酒真水和小语夭夭的原因 毕竟大神怎么也不像 已得抱怨的人呢 萧奈沉吟了一下说 你不觉得 他们被我复活了 会更难受吗 系统 雷神妮妮 衣角奈何 芦苇巍巍 真水无香 小语夭夭 锄墙扶弱 斩妖除魔 打败幽名鬼佬 解救苍生于水火 神功盖世 威震江湖 世界 魔传长 我看错了吗 SC熊猫 天呐 系统bug了 悠悠 完了这么久才知道 这个游戏允许重名 魔道是雪 这什么事啊 老子当年白被砍了 无敌笨刀 老婆 我们复合吧 这几个人都一起打boss了 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在一起 复合吧 复合吧 老婆我爱你啊 不穿酷酷好凉爽 靠 老子就去洗了个内裤 回来就跟不上时代了 SC熊猫 震灸 凉爽兄 你居然有内裤 不穿酷酷好凉爽 无语 没有内裤是乞丐 有酷不穿这英雄 SC熊猫 不穿干嘛洗 不穿酷酷好凉爽 你这么关心老子的内裤 有什么企图 东南之上 两位 调情请私了 不然观众会害羞的 队伍 卢尾薇薇 尼尼 我们走了 有谁在叫我 我不在就直接找奈何 雷神尼尼 啊 可以吗 一向奈何 可以 卢尾薇薇 我们走了 来 雷神尼尼 等等啊 掉的装备还没分呢 洞中气氛古怪 薇薇不想多呆 没等尼尼分装备 就和奈何一起退出了副本 看看身边沉静的白衣前师 薇薇问 接下来我们去做什么 稍等 电话中 电话 薇薇想到某种可能性 不由有点魔幻 呃 你不会刚刚打boss的时候 也在电话吧 薇薇发誓 她只是随便问问而已 但是大神一个理所当然的恩子 把她彻底打败了 居然是真的 薇薇认真思索了半晌 实在无法想象 一只手怎么操作 耳机 对啊 手机可以用耳机接听啊 薇薇憨了 连忙说 嗯 涙吧 谢谢观看